郭學生知第三節 後面看到那張圖片非常壯觀 就是火山爆發 火山爆發其實挺好看的 好看 但是要你站在旁邊當然是走都走不及了 還有如果那裡周圍有很多民居 有些其實是很麻煩的事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譬如印尼火山爆發 真是令到整個印尼加起來新加坡加起來馬來西亞 是受到火山灰的影響很嚴重的 空氣質素下降 甚至乎冰島那次就直接令到很多的飛機停飛 這些已經叫做相對小事 影響民生 但是如果真是譬如印尼住在那附近的人 真是流離失所 這種天災也是非常之令人心痛的 你提到印尼那個防範爆發 其實當年我有印象 因為當時我在一份雜誌上都有跟進這個消息 是整個天空黑了 包括新加坡 是啊 然後當時新加坡是拍了一張 整個天空橙了 不是就是黑了 就是很蒙很暗 橙橙的顏色 就是因為那些太陽光穿過這麼濃厚的雲霧的時候 去散射出來的顏色 令到天空出現一些很古怪的現象 甚至乎最麻煩的就是空氣質素真的會很差 維持一段很長的時間 那當然是因為你要吸入那些的 火山灰 是 就是你整天吸入那個廢裡 你想一下 你吸入火山灰的廢裡 你想一下多嚴重? 你吸入火山灰 其實比起你在宵夜吃 一直是透過路來吸入那些燒烤的灰 更嚴重 我會說 是啊 但是而且我記憶了幾個月 但是今天我們就不是講這個火山灰的問題 而是說 其實現在我們有沒有能力 可以調查那個火山的爆發 因為這個問題很嚴重的 在日本 他們估計富二山在未來30年爆發的機會去到七成 是啊 譬如他講這些東西 我們怎樣知道是七成呢? 其實就是我們嘗試建立一套的機制 嘗試去預報火山爆發 傳統就是你有些目測的方法 你看看上面那個的 尤其是活火山 那個的火山口裡面那個火山湖 那些岩漿湖 那個的水位 不是水啊 是那些岩漿位 高還是低 是不是? 你都預料了 如果突然升得很高 或者是罩高罩低的時候 你就知道下面的活動很活躍 那就麻煩了 另外在那個火山的不同的位度的位置 不同的高度的位置 尤其是在那個火山腰的位置 他們很多時候會放 去插一些探測器在那裡 它其實最主要是要檢查那個火山下面的硬張那個壓力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參數 在這裡 我自己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了 其實我們就在整個預報系統裡面建立了幾個參數 來去它的溫度 附近那些地下水的變化 上面那個岩漿湖那個熔岩位的高低 還有最重要是那個壓力 還有周圍的那個地殼運動 這樣去追蹤著那個火山爆發的那個機率 那種講的富士山是一個碎火山 但是這個碎火山的意思就是說 它不是太活躍 但是它都處於一個活躍 但是它是 你都可以追蹤到它那個下面的那個藍層 那些斷層是有一定的運動在那裡 什麼時候會產生到巨大壓力呢 這個就是 視乎你的斷層有多活躍 但是如果你看到那個壓力突然上升得很厲害 你就大約知道是一些叫做準備去爆發的信號 就是我們就其實是不停地在世界上很多地方 都有這樣的預報的 但是在剛剛的一次 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這件事就是 在非洲的叫做江國民主共和國 就是救命的這個國家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它就有一個火山 它在最近一次的大爆發的時候 竟然是沒有任何預警信號 說爆就爆 這個就令到很多研究火山的學者 就非常費解的 因為這樣 哇 你突然間那些火山 可以不寫不寫一聲說爆就爆 那就是我的預報系統不用要了 是不是 所以它們很希望去解決這些問題 但是經過了這個 應該就是大半年時間的研究 它們剛剛在這個自然期刊發表了一個結果 就去報告給大家聽 這個火山爆發裡面發生了什麼機制 就是接下來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東西 來去再加強地去追蹤這種特殊的火山爆發 哇 這個叫火山學 是啊 但是你看到後面那個很驚險的 就是一個火山研究專家 真的走過去拿一些熔岩去看看 那剛才你提到就是 首先這個期刊有沒有解釋到 為什麼這次是測試不了那個火山活躍的程度呢? 這個就可以花一點時間說一下的 那我們知道正常的火山 你下面之所以噴出來 其實跟你擠暗瘡的道理是差不多的 那些人擠 你在那個火山腰的那個位置 加壓力進去裡面的東西就擠出來了 是不是? 其實是說你那個火山下面的壓力去累積 那麼很多時候 我們人擠暗瘡就兩隻手指給壓力下去了 但是你那個的 好像譬如富士山 或者在整個那個火山活躍地帶在那裡 就是那些板塊 那些板塊一擠的時候 令到那個位置產生很大的壓力 你跟著就會有地震 跟著它其中一種能量釋放的形式 就將它那些很流質的東西擠了出來 那就是那個火山的爆發了 所以離不開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一直要查在山腰位置那裡的壓力 還有留意著周圍那個水位 溫度那些這樣的變化 那其實就是幫我們追蹤一下 究竟下面的斷層發生了什麼事 那這個就是我們一直以來就是 就是很主流的 這個就是基本上就是它很有效的 我們就是一直追蹤過 大部分的火山都是會這樣去爆的 那好了 這次這個有什麼特別呢? 那你想想一下 它如果沒有任何信號 沒有發覺它突然之間那種斷層那裡 給了任何由斷層帶來的壓力變化 它看不到的時候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在這個爆發過程裡面 它不是靠有東西擠了它上去的 原來就是很有趣了 它現在提出的理論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火山塌了 就是它自己 就是這個這樣的火山 自己下面的岩漿熱到整個結構 頂不住 於是它塌了下去 一塌外面的結構一塌下去 裡面的東西就壓到擠了出來 就是一個這樣的意思 其實那種塌法呢 它一個大家會理解到 但是那個比喻差一些 就是大家不知道是否記得呢 在2001年一次令人很傷心的事件 911事件 那個紐約那個西貿大樓呢 它是被飛機撞了之後 因為整個結構燒到很熱 令到它燃到一個地步呢 令到那個鋼筋結構 承受不了那棟大樓的重量 於是乎整棟大樓塌了 那麼其實呢 類似的情形呢 有出現了在這個火山那裡 它一路去燃著它 整個那個山的結構呢 於是乎就頂不了自己的那個重量 就整個山自己在那裡淋樓塌行 那麼你上面整個結構壓了下來 這樣就將裡面下面那些東西 就擠了上來 其實是這樣的意思了 其實今次那個 他們就用這個塌樓的圖像 來去觀測到就似乎就是說 今次這一種爆發 是一種叫塌樓式的火山爆發 它直接在那個英文用那個專用名詞 直接就是那個rupture那個字 就直接是大廈傾塔那個字眼 是真的用一個塌樓這個字眼 叫做edifice rupture 去用到那個字 現在看到就是說 在這次的教訓裡面看到一個新的理論 就是怎樣去理解部分的一種 比較稀有的一種火山爆發現象 就在這裡給了出來 哇 它這篇文章說是precursor free eruption 是啊 完全是沒有任何先兆 不是史無前例 是沒有先兆 是啊 這個應該是不是很罕有的事情 我會認為是的 應該這麼說 我們能夠 要看我們一路現代有多少個火山 是我們一路有積極監測著 可能它一點都不少有的 不過我們去監測的火山不夠多 於是就這樣抓不到這樣 但是你問 核理上可能這樣絕對是 現在接下來的問題就是 你以為它沒有先兆 會不會其實原來是有先兆 只不過我們沒有放適當的測量方法 來去追蹤呢 其實正正就是這個研究 最大價值的地方 其實它在這個自然期刊的文章裡面 它否釋到那個火山爆發的模式 還有它一路怎樣看不到 我們固有的那些儀器怎樣看不到那些的先兆 然後就到它爆發 甚至乎就是提出一個模型去解釋 現在就是說 既然如果是一種塌樓模式的這種變化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能力去了解一下那個火山結構 是不是已經脆弱到那個地步 快要整個倒下來呢 那由這條路去發展一些新的儀器 或者新的測量的標準 那這個呢 它有一些的技術我自己都沒有時間去消化 但是你可以想像到就是說 這件事情不會說是完全沒有先兆 問題就是我們先前做的事情 是不是足夠去捕捉了所有先兆 這樣的意思 就是還沒考慮了所有的因素 但是對我來說是比較難理的 因為現在你說的火山 這麼龐然 就是一個結構自然界的結構 存在這麼久 它可以突然間倒下 那就是說山都可以突然倒下 那又差一點 差的位置在哪裡呢 就是你那個活躍的火山下面 是不停有些很活躍的鴨章運動 它的鴨章運動是很熱的 它可以不停地去融掉你周圍的東西 它原本可能那個支撐結構它會是破壞了 或者就是那個支撐結構 是因為你加熱了之後 令到它的承受量沒有那麼高 那這個就像那個911世貿大陸 就是淡陷那個情況 你好地地原本有塊岩石 你是很硬的 但是你如果夠高溫去融掉 變了岩漿的時候 它就可以是軟的 是一個流體來的 那流體它就沒有能力 它支撐到這樣 它就會變形了 它變形的時候 它下面一塊東西變形 會不會令到上面倒下呢 這個就好像我們那種叫做什麼 那種叫做山泥傾瀉原理 或者是那種叫做雪崩那種原理 就是我究竟拔到哪個位置 就最後觸發到一個大的塔陷 那這件事其實是不容易去預測的 那這裏就唯有寄望這一班的專家 他們就繼續去發展一些新的儀器 有些可能是說用到超聲波 或者是接下來可能一些電磁波的訊號 來幫我了解到裡面那個結構 具體它那個狀態是怎樣 就是它有多軟有多遠 我們可不可以用一些比較遙距的方法去知道呢 那我想是需要去潛這條路去 但是你如果一般的山來講 那個風險沒有那麼大 但是你譬如香港都這樣 你都怕會有山泥傾瀉 有時甚至乎有些山你都會故意去 香港的斜坡都是一樣的 有些你會監測它 會不會有些已經出現了烈痕準備去倒下呢 我們是會知道 也都會測去下面那個水的含量 有多少的水壓有多少的水排不排出來 在這些地面上的山來的經濟 我們是有一套準則 其實都是 其實那個大原則都有一些像的地方就是 它有沒有即壓到多餘的壓力 沒有得到釋放 如果它得到釋放呢 它爆發塌陷的這個機率就會降低 所以你會看到香港那些糊塗牆 為什麼會鑽一些洞出來排水呢 但是如果說的是地學的那種火山活動呢 就遠遠 就是那個能量級數遠遠高很多的了 有人提出過就是 可不可以定期放一些炸彈來 讓它釋放一下能量的 這個就是 我們還未發展到一套這麼精密的技術 我們只能夠說 有人理論上是這樣去提出的 那火山和地震那個 那個力學上面的原理 是不是都差不多接近呢 其實就 你如果沒有那個地學板塊運動呢 就不會出到地震和火山爆發這些現象 不過就有些地方 你只能出地震就看不到那個火山爆發 但是你看到那個地震 周圍都是會有大量的火山在那裡 那你會發覺這幾樣東西 基本上因果關係 就非常之有大的關聯 日本那邊已經是了 日本本身你看到就是 它處於地震的一個板塊上面 而它裡面的火山和溫泉都很多的 是啊 這裡又說多一點就是 其實在我們的原住香港 這個華南沿岸那裡 是有一條比較弱的 沒有那麼活躍的一個板塊交接位的 那個交接位剛好又兜過了香港的 所以香港就不是一個很活躍的 就是在那個不活躍的地震帶的隔離那裡 其實就變了相對的風險更加低 但是你一過了珠江口 一去到中山、新匯 甚至去到陽光、電白那裡 又是很活躍地震 就是相對活躍地震比較多 那些陽光地震可以去到成7級 那些去到 然後你在沿途你會看到 新匯、中山是有溫泉的 那其實這些火山、溫泉和地殼活動 一難過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關連著的 是啊 所以大家都知道了 這幾樣東西其實是有之間有關係的 那我們現在可以結束 我們下次再回來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 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請問一下